买了PS5之后,一定要买加速器或者加速盒吗? 它们是什么原理,有什么用,怎么用,该怎么选,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。 如果你主要玩单机游戏,比如宇宙机器人,战神,极品飞车,对马导之鬼,马国仔当冒险,古墓利影,这些都是单机游戏,是不需要买加速器或者加速盒了。 另外如果你玩PC游戏或者手机游戏,也是不用买这种加速器加速盒了。 因为这种主机加速盒它只能给游戏机提供加速服务,比如PS5,PS4,Xbox,Switch,这些主机上面的线上对战游戏才需要这种加速器加速盒。 那什么是线上对战游戏呢? 比如最新发布的使命召唤20,以及之前的19,还有APEX,暗黑4等等等等,有很多需要线上就玩的游戏,以及全程联网的游戏,它们都需要这种加速器。 那这种加速器加速盒是什么原理呢? 说白了,它们就是提供了一个线路。 因为我们玩线上对战游戏,玩的都是国际服务和全球的小伙伴一起游戏,我们在国内去连它们的服务器,经常会出现慢,延时高,甚至根本无法连接。 所以这种加速器加速盒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服务,它们里面都内置了不同游戏的线路,而且延时很低,兼容的游戏也比较多。 这些硬件盒子,它只是个载品,重要的是里面提供的服务,线路服务。 那具体怎么用呢? 我用的不多,只用过蓄油加速器和汽油连机宝,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的。 右侧这两个算是它们两家的奇降款,左侧这两个算是它们两家的新价比产品。 我们以这个蓄油加速盒为例,首先它需要一根电源线给它供电,然后这条是网线,网线连接到我家的路由器。 PS5可以用WiFi去连接它,也可以用网线连接它。 它后面有三个网口,这个是硬件的部分。 像这种加速器,它有一个手机APP。 当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,我们注意看一下盒子的底部,都有一个WiFi名和密码。 我们用手机,安卓通过都可以,先连加速盒提供的那个WiFi,连上之后,在我的里面去绑定加速盒。 然后要购买会员或者兑换会员,输入小白宝箱,可能会赠送五天时长。 手机连路游戏的WiFi只是在第一次绑定盒子的时候使用,以后都用不着的。 充了会员绑定盒子之后,在主页可以选择游戏,选择不同的线路。 另外,只有PS5或者其他主机,WiFi或者网线连接之后,才可以正常设置线路,否则是不能设置的。 APP设置完成之后,今后也基本上用不着它了,除非你要换游戏,换线路。 我一般都用港幅的PSN自动加速,很多游戏都是没问题的。 最后说说这些加速器怎么选,从我个人使用角度来看,这两家的加速器,旗舰款和性价比款都是可以用的。 因为我用的最多的就是用网线连接,因为网线连接比WiFi更稳定,抗干扰能力更强。 至于说这两个品牌有什么区别,在功能上有一些小的区别,但是都是可用的状态。 如果你都用网线连接,买便宜的买贵的都可以。 如果你不在乎多花这几十块钱,我建议买贵的。 如果你必须得用WiFi,PS5与加速器之间不想连网线,那我首先不推荐用这两个东西。 用这两个品牌的旗舰款,它们的接口以及5G Wi-Fi的性能,以及它们的芯片都是要好于这个青春版的。 所以说如果你对无线网络要求比较高,买这两款。 如果你用网线,那这四个都可以。 好,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,仅供参考。 好,以上就是本次视频。